热鹤妇女必须先通过白血球抗体检验 再做分离术兼血 否则可能会遭到捐血中心的解决 其实捐血方式除了常见在捐血车捐赠全血 分离术捐血是借由血液分离机 分离出血小板和血浆 再将红血球等其他成分送回捐血者的体内 对象包括了白血病或骨髓